我们打败一个小鸡可以获得小鸡身上的鸡腿和羽毛 我们打败一头牛 可以从牛身上获得皮革和牛肉对吧 这是什么东东要从哪里获得呢 伙伴们有人说这是地心人的眼睛 可是在迷你世界中地心人的眼睛是长着翅膀的地心之眼才对 还有人说他们是 伙伴们如果你见过地心之眼请点一个赞谢谢 还有人说他们是恶魔的眼睛伙伴们 我觉得这些都不对 这个眼睛究竟是谁的 今天我们来精密一下好吗 谢谢点个赞 这个眼睛在漆黑的夜里会发光 紫色的光 特别神奇 有人说这是地心人的眼睛 我们先拿地心人来试一下伙伴们 这真的是地心人的眼睛吗 伙伴们如果你觉得是请扣一个一 如果你觉得不是 评论区扣个二 答案即将揭晓伙伴们 一下就可以解决掉这个地心人了 伙伴们 你们看真的出现了这个奇怪的眼睛 伙伴们这就是地心人的眼睛 你们猜对了吗 原来这个紫色的眼睛是老白美的地心之眼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并不是恶魔之眼